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他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欢迎我的前辈 也曾经是我一幕前最好的搭档 我们欢迎永远的主播 盛竹如顺大哥 盛竹如大哥 你好 他是台湾最经典的主播盛竹如 对于五六年级生来说 他是无人不知的传奇人物 在没有人了解棒球的时代 他转播轰动全台的红叶哨棒 对大家不懂类戏剧的时代 他创造了家喻户晓的台湾变色龙 而当年与沈春华小姐 吸收主持的强棒初级 更缔造了高达百分之四十五 胜过杨丽花歌仔戏的 破天荒收视率 两人绝妙的组合 更让强棒初级 成为电视史上的经典节目 盛竹如与沈春华两位强棒主播 超过二十年的首度同台 错过这一次 你还要再等二十年 绝对精彩的时机对谈 即将登场 这个画面其实很难得 这应该是魁违二十多年之后 咱们两个再度同台 对不对 从我第一次认识你 就叫你沈姐姐 一直到今天 始终都叫你沈姐姐 那么我主播新闻 有二十年左右 二十年 你主播新闻差不多也超过二十年 已经要超过二十年了 长江后浪退前浪 没有 非常谢谢 你现在是 全主播第一名的 没有 没有 那么我也曾经辉煌的记录 当然 当然 所以我们两个人 能够搭档在一起主持节目 多少年以后 等你结完婚 现在你做了妈妈 还在第一个主持人 那么我们今天再相会 我觉得很难得 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你看看 不愧是我们的第一名主播 你看看 这个开场白呢 就把我们两个之间 非常特殊的姻缘 还有这个画面的珍贵性呢 就表露无遗了 所以圣大哥 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束话 要送给你 我很少在节目当中 特别献花给来宾 但是因为圣大哥对我的意义呢 非同凡响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搭档 他呢 从一个名主播 变成了节目主持人 我们当时合作强棒初级嘛 而我呢 当时想也没有想到 我会从一个节目主持人 能够成为一个主播 而且一做也超过20年 所以我准备了一束花言 来送给我的圣大哥 这掌声鼓励 鼓励 谢谢 真的 真的是 我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这是20多年之后 我们再度通台 谢谢 谢谢 谢谢圣大哥 我相信很多资深的观众呢 对于我跟圣竹儒先生 我们合作的强棒初级 应该是还非常有印象的 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呢 也写下了很多的传奇 很多的记录 而这个圣竹儒先生呢 就是一个大工程 是目前的工程 也是幕后的工程 其实圣大哥 那个节目是怎么样成型的 好像是两个节目合在一起 是不是 对 其实说来话长 但是我把它长话短说 强棒初级 怎么会有这个节目 因为当初啊 我是在做台视的主播 是啊 主播能够去当主持人 这很怪啊 一直是收视越来越好 对 对 对 那么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如日中天 那我忽然呢 不准我播新闻了 为什么呢 你犯了什么天调 怎么不让你播新闻呢 进播 进播 因为那个时代跟今天不一样 那有白色恐怖的时代 还有白色恐怖 而且那个还是在戒严时期嘛 对 对 进播以后呢 台视的总经理 他也做过中视总经理 石永贵先生 是 石永贵师总经理 是 那么他很痛苦 为什么很痛苦 因为啊 台视新闻 那么强的主播没有 没有错 收视率最高的 就如同今天没有沈春华播中视新闻 也不行一样 感谢 感谢 希望我的老板也听到这句话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很痛苦 对 但是又无可奈何 对 最后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他疏通了 说可以让我主持节目 就是不准播新闻 但是那你就去主持节目算了 那么又跟新闻又不能发生关联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 台视很伤脑筋 又要保住江山 对 又要保住业绩 那怎么办 好 就 我这个节目 就跟另外一个节目 叫做鸡毛蒜皮 这两个节目把它结合起来 好不容易取了个名字 沈姐姐的强棒初级 太棒了 所以搞了半天 我们这个强棒初级 是从原来胜出 盛大哥你的节目的构想 跟另外一个 跟另外一个好像是 这个游戏的节目 对 趣味竞赛 合在一起 就叫做强棒初级 这么一切取得好 眼看着我们两个就是个强棒 那怎么办 最重要的 不要鼓噪... 最重要的 沈姐姐的主持那时候 已经是一流了 已经一流了 你是儿童节目 得那么多奖 开玩笑 我那时候刚比也没几年了 那我呢 我只不过是新闻 以前主持新闻而已 开玩笑 那盛大哥的主播的地位 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懂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结合 是一种很怪 也很奇特 但是也相当强棒的一个字 也强棒 可是呢 也有某一种程度的冒险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合得来 合不来 是不是 而你的主持方式 跟我主持方式又截然不同 不同 你是活泼 我是活泼嘛 对不对 又顺利 我呢 是比较生涩了 比较生涩 您是成文 但是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有我独特的东西 对 我不断地看世界各地的东西 世界各地的影片 我去搜罗 然后我创立了一个东西 叫做五花八门 放在强棒出击里面 不得了 那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单元 五花八门 搜集世界各地奇奇怪怪的 有趣味的奇人异文 这样的新闻放在这里面 而且它的节奏很快 每天都不一样 所以非常受欢迎 当时形成一股很热的潮流 好多餐厅啊 就叫做强棒出击啊 多了 不只是餐厅啊 卖棒球的 卖体育的 卖袜子的 这个什么各种各行各地 都可以叫强棒出击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推出来以后 有很多的特色 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主持 节目 一开始我们很担心 因为换到 把杨丽花歌仔戏换走了 我们要顶替它 对 我们的制作费 只是杨丽花歌仔戏的 十分之一 小成本啊 对...不一样 那么第一天的收视率开出来 多少 我都忘了 超过三十 超过三十 现在在今天听起来 这个什么超过三十 简直是天文数字 是不可能的 因为现在频道太多了吧 那我们强棒出击 最高的收视率 都到四十五 都有过 这个盛大哥 您现在帮我回顾 我过去的辉煌文字 我真的也都忘记了耶 没有你也不行 没... 一天一天的 对节目越来越受欢迎 是 而且它的收视率 超过杨丽花的歌仔戏 还要更多 那么把后面的新闻 保护得好好的 我们达成了台式给我们的使命 然后也做到了我们想要做的 使得这个节目非常的成功 对 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连续将近三年的时间 连续将近三年 后来 一直到我要出国去念书 你要离开 要出国 出国去深照 对 那我呢 也做了那么久 台式成立一个体育部 我去做体育部的经理 不是说你现在连主持 也被禁主持了 不是吧 那就惨了 我就到体育部去了 是... 所以强棒出击 你从开始到最辉煌的 对 一共经历了这么多久 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呢 是不是 盛纳哥您也才四十 四十 不到四十 不到四十 对不对 也才三十多一点呢 对不对 我们两个真是狼才礼貌 今天盛纳哥很有趣 其实本来我们有很多照片的 对 可是因为我搬了几次家 然后士纳哥有一次出版了一本书 《荧光无前》 掉了一些好珍贵的照片 好可惜 对 只不过我认得出你跟我 但是旁边这位胖胖的是谁 那是观众 路人甲... 观众就是拍了以后 送给我们才留了这张照片 多 你看看 我那时候真的还满青涩的 真的 好可爱 另外有一张呢 这是 也是我们两位在主持 强棒出击期间 当时的石永贵总经理 带着我们去拜访这个副总经理 谢东宁 资政 资政 那个时候是资政 谢资政 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张 这个很珍贵的这个照片 所以那张照片应该是 二十几年经过了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跟现在 士纳哥有差很多吗 二十多年前的我 跟现在的我 我觉得没差什么 那个时候好像你是个小女孩 现在你是一个大女孩 大女孩...对 通过 顺竹如囚翻天 播新闻 不曾忘记穿裤子 出去采访 回到办公室了 把长裤脱下来 晾在那边 然后通知 马上新闻了 很快跑到摄影棚里面去 那你长裤没有穿 不照下半步嘛 我跟士大哥合作强棒初级期间啦 其实我还有点天真浪漫嘛 因为还是一个刚部出社 你本身就天真浪漫 我本... 这个...这个形容好 我喜欢人家形容我天真浪漫 每次都说我什么多能干啊 像个女强人 我一点都不爱这个形容词 所以我是天真浪漫 你不像女强人 不像女强人 对 但是实际上你是女强人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 是很天真浪漫的 好吗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啊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我记得你当时有跟我在我面前 抱怨过 后来你写的那一本《荧光目前》呢 也把这段写进去了 就是呢 当时虽然咱们盛主主盛大哥 是贵为第一主播 可是他跟小妹我合作 这个强棒出景呢 不好意思 我领的主持费啊 比他多多了 多太多了 多太多了 结果呢 就让我们盛大哥心中 当然就很不平衡了 为什么我的主持费比你高 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这个你从进台式开始 拿的主持费就比我们新闻部 每一个人都高很多 真是的 一方面价值存在 价值存在 再一方面 我们是台式的职员 我们拿台式一份薪水 没话讲嘛 你们是编制内的嘛 我是签约的嘛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嘛 不一样 你们有各种的保障啦 什么年终奖金 对... 那个时候不得了 三台的年终奖金 一领可以领什么 十几二十个月的 最辉煌的时候 对... 现在就不一样了 所以媒体的生态 这么多年来 改变很大 真的 盛主如盛大哥 也就是一部 中华民国的电视新闻史 真的就是这样子 好了 再回到那个 大家最感兴趣的主持费 好不好 那后来您也就不甘心 说领的比我少 后来我就写了一个报告 我说这个... 这个钱是在... 我一集拿三百块钱 我也免太少了一点 一集三百块主持费 对... 因为你还领台式的薪水 对... 那后来加了一些 加了一些 加了一些 那么... 然后我每天领主持费 我又领我的薪水 对... 你双重领 再领这个... 奖金这些 是啊 我一个月那时候 那个时候... 不得了多少 就赚好几十万的 各位... 几十万... 几十万... 而且是在二十多年前 那个时候就... 在那个时候的... 几十万那是不得了的 今天几十万也够了 今天几十万也够了 更何况是二十多年前 我是全台式员工里面 拿钱最多的 那这个也要谢谢我吧 谢谢 当然谢谢 我还要谢谢你是吗 你刚刚还说到房子 我靠牆棒初级 买了房子 赚了很多钱 我那个时候 怎么不会去买房子 我呆呀 理论上你有几十万 我应该也有差不多嘛 对不对 因为我领的后来就是跟你的 你一定比我多 应该没有 我没有薪水 我还没薪水 薪水算什么 薪水... 好 那谈到了这一段 当然只是盛竹如盛先生 在他这么多年的电视史 当中的一小段而已 这一小段已经让大家津津乐道 可是呢 这个盛竹如先生 当然我相信其实资深的观众 对他印象最深刻的 其实是他在主播台上 盛大哥在民国几年的时候 就已经坐上主播台了 54 54 我才... very little 我不要讲我几岁 我讲我几岁 你们一算又知道我几岁了 对 就very little 所以您当时是考进台式嘛 對不對 考进台式 那怎么会变成主播呢 也是被宣传 我考进台式 我们就是记者 记者 记者就要播新闻 记者然后兼播新闻 没有什么主播不主播 现在是有时候把它分开来 后来实施了主播制度以后 只要上新闻播报台的 全部都是主播 是...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说盛竹如盛先生呢 也是台湾这个 第一代的这个主播了 而且呢 他是从黑白电视 播到彩色电视 这个厉害了吧 从一台播到好几台 而且从一台 播到三台 播到三台 然后从三台播到 您后来到民視嘛 就是台湾的电视已经是七八九十台 到一百台了 对不对 所以这整个的你看看 所以我说它是不是就是 这个活的这个电视室嘛 对不对 所以在台视的时候 当然你一坐上去很有样子 而且那个台视新闻就是居高不下 那后来呢 还有这个转播哨棒 我印象好深刻 那时候我很小嘛 然后我们半夜都起来 看这个转播 哨棒转播呢是台湾电视史上 不可抹灭的意义 真的 那个盛况 我觉得回想起来 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 因为那个等于是 国家最露脸的时候 谁能够想到说 那个以前什么穿个什么破的布鞋 然后拿那个木棒去挥棒的 什么红叶哨棒等等的 可以变成国际上瞩目的明星 所以对于国家 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大事 那对于转播的人来讲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你好像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新的经验嘛 因为哨棒 我们从来还没有去国外转播过 我们没有转播过棒球 所以对你来说 连棒球都没转播过 在准备上会是一个挑战吗 那个时候第一次转播哨棒 必须要让所有的人了解 什么是棒球 什么是哨棒 规则是什么 然后有很多名词 你不能照那个日本音 Hito Homerang Homerang 你不行了 Homerang就是那个拳雷打 Homerang Homerang 对不对 Hit Hit Hand打 是不是 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 让观众懂什么是棒球 这一点我觉得电视推动的功用相当大 没有错 我从一个不懂棒球的人 到转播棒球 让全国观众都了解棒球 我自己觉得相当欣慰 很有成就感 真的 真的 那一段也是哨棒 中华民国哨棒的辉煌时期 对于这个转播的电视台 以至于转播的主播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盛主儒盛大哥 在主播台上 那发生的事情就多了 对不对 那当然如果讲一些 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 可能这个您也可以津津乐道 那我们如果先讲一些 比较有趣的 像你们那一代的主播 就是一定要西装笔体嘛 都要穿西装 对不对 都要穿西装 可是有一次你好像 没有穿长裤就跑上去 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对 出去采访 采访台风 全身湿透 是 回到办公室啊 把长裤脱下来晾在那边 晾在那边 领带还没解 然后要写稿了 写稿 然后通知 马上上新闻了 该我播 是啊 赶快跑啊 长裤没穿啊 差点忘了是该你播 对不对 那时候又要采访 又要播嘛 赶快跑到摄影棚里面去 那你长裤没有穿 不照下半步嘛 穿短裤嘛 没照下半步 所以在那边播新闻 然后上面的领带是打好 领带还没解开呢 还没解开 OK 所以就是说可能还有一点湿湿的 然后就上台去播报新闻了 对 这种事情也发生过不止一次 对 对 就是非常的急促的情况之下 有时候譬如进到摄影棚 马上要播了 那凳子还跟没摆呢 对 找凳子都找不到 蹲在那儿播啊 圣竹如惨遭禁波 真正原因大公开 当时有一架军机灾了 对 我就把它叠印字幕打出来 对 打上字幕 那碎过又变成我一个人 就这样 他就叫我到美国去考察 考察回来 永远没有再上浮波台 真的啊 对 有很多很妙的事 对 以前李文中播新闻 他在家里打麻将 看台式新闻 对 朱友荣在播 朱友荣播完以后 最后说 以上新闻由李文中播报 他自己怎么会这样讲呢 不知道 那就妙了 他不知道他是谁吗 李文中在家吓一跳 他就打麻将怎么办 那很奇怪啊 我们以前还有一个摄影记者 叫张敦志 那才有意思了 对 他上去播新闻 他国语很标准 但是他很紧张 上去啊 on air了 对 先把... 先用舌头把嘴唇舔一舔 那有on出去吗 这个... 有啊 当然有啊 那... 那他不知道他已经on air了吗 干嘛在做这个动作 他就是紧张嘛 这个... 播 马上就播 这个... 蒋总统中正抗力夫妇 蒋总统抗力夫妇 对... 第一句话就错了 就错了 抗力就抗力了 对 对 那是蛮...蛮麻烦的 对... 他太紧张了 其实我这样想起来 有一次就是 我在礼拜三播... 礼拜四播新闻的时候 我就最后播完了 我就说 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你才礼拜四嘛 明天还有礼拜五 我明天还要上班啦 所以我的同事就笑 我就知道 我说你看 你心里面已经想着 这个要放假了 有时候太累了 或者有时候会记错 今天是礼拜五 也是有可能嘛 那盛大哥您有失言过 那么多年 在这个主播台上 怎么可能不犯一些错误 一定会有的 真的 如果不犯错误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 是不是这意思 对 那盛大哥您犯过哪些错呢 说大的错是没有 大的错没有 小的错不少 就是过去的主播 我觉得在用字潜词上更严谨 或者你可以说保守一点 那更小心嘛 因为那个时候 您一开始就讲了 那个时候戒严时期 还有所谓的白色恐怖 有 有 有 不能弄错 不能弄错 弄错了的话 追究起来挺麻烦的 麻烦的 您就是这样子 被禁播了两次 弄个红帽子一戴 那挺麻烦 比绿帽子还讨厌 而且这个事实上 在戒严时期 现在可能观众听起来 都觉得蛮新鲜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 电视媒体也记录了一个 国家社会民主的进程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看 在那个时候 盛大哥当主播的时候 他自己就还感受到 白色恐怖 或者说哪些新闻 你就不能报 当然 而且不能有不吉利的新闻 不能 比如说呢 如果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火灾 这火灾也不能够讲啊 最好不要播 所以我们现在听起来 很奇怪 对不对 好像有一次是 你处理了一个什么新闻 有有有 比如说在 市林关底 市林关底附近 失火了 失火了 有个火烧山 看 看上去 对 烟 冒得很大 赶快去采访 采访完了 回来 还没写稿 电话就来了 这种新闻不准播 为什么呢 一个火灾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因为在市林关底附近 这样也不行 不行 这样就被解读为 不吉利的新闻 是不是 因为我们刚开始 实施主播制度的时候 我就主控新闻 主播新闻 还编新闻 然后还指挥记者 哪条新闻要加强 哪条新闻不要 是 弄久了以后 我在主播台上的权力 越来越大 那么我对新闻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 对 严格到 那时候 把国民党的这个禁忌 弄掉很多 当时国民党的禁忌是什么 国民党的禁忌就是说 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民进党 没有党 别的党 对 没有反对党 党外 只有党外 对 那个时候还不能够 自由这个 最重要的就是 军中任何事情 不能有反面的报道 军机栽掉了 你不能播啊 军机栽掉这么大的新闻 不能播 在现在一定是头条新闻 对不对 而且一定是这个扩大报道 不能播 在当时是不能播的 当时有一架军机栽了 对 我就把它叠印字幕打出来 对 打上字幕 那这个罪过又变成我一个人了 所以长久以来 那么有关方面对我看上去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子 叛逆的 对 会制造麻烦的 对 而且安全单位看我就是更不安全的一个人 所以我之所以被禁播新闻 对 当然有那种安全头子他出面 他讲一句话 新闻局长宋楚瑜不敢不听 对 那我被禁播新闻 从几号开始他不能播新闻了 就这样 你不能问他什么原因呢 你不能问呢 对不对 就这样 叫我到美国去考察 考察回来 永远没有再上主播台 真的 对 那到底您当时是做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高层这么感冒 因为我敢骂 敢说话 我骂蒋笑舞 别人就传到蒋笑舞那边去 你是私下骂是不是 私下骂 私下骂 蒋笑舞就把我看作一个 是个什么玩意儿 对不对 然后就一次两次不让我播新 是这样子的 对 要开除我 幸好没被开除 我开除了 说不定我今天追随你了 对 所以当时事实上 我觉得以现在的新闻的工作 环境来说可能是大意起去 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那个时候也许是高层的一句话 就可以决定你这个主播的生死 可以 对不对 让你播 或者不让你播 高层一句话 电视台总经理马上就可以换 马上就可以换人的 对 所以盛大哥有两次被禁播 对不对 有三次被禁播 那你前面两次后来都是又 有一次是处理新闻不恰当 对 然后有一次是处理新闻的话 被国民党的文工会追究 对 那第三次最严重的就是 得罪蒋孝武那一次 好 那事实上在盛大哥这么多年的 这个电视生涯当中 能够讲的实在太多了 除了在台视那一段 对不对 你被禁播 然后你从一个资深的 非常有影响力的主播 你变成了主持人 对不对 然后后来 其实你又被解禁了 好像在之前 还有机会让你再回去 新闻部当经理 然后让你再重新当主播 我没有到新闻部去当经理 我到节目部 对 我是说后来是不是 还希望您可以再回新闻部 去播新闻 甚至让您做经理 可是你就拒绝了 甚至你就决定说 你要从台视退休 然后后来您就到民事去了 到民事去了 为什么 盛竹如自嘲婚后大走样 从乖乖牌变拼酒啊 我结婚以前滴酒不沾 那为什么结婚以后 就想要买醉了呢 结婚 因为结婚到晚 结婚以后啊 每天吃饭的时候啊 就会喝一点酒 又是别人的不对了 你看看 沈春华Live Show 为什么不愿意呢 对 因为那个时候 我在离开节目部之后 我又做了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台湾变色龙》 对... 所以所有戏剧类的节目 这又是另外一个 类戏剧 类戏剧的节目 就是盛大哥是开山鼻祖 是 我主持这个《台湾变色龙》 那时候有意思在哪里 就这么一个节目 变成全台式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又是全台式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也变成比八点档连续剧 华氏那时候最厉害的《施工》 收视率还要高 施工传奇 所以每到星期五的时候 华氏看到这个收视率 跑到最前面的第一个 就是《台湾变色龙》 但是你这节目这样做了以后 又引起新闻局的注意 这是树大招风还是怎么回事 还是你老是被新闻局盯上 这也不容易啊 这也不能怪我 对... 谁叫你表现这么突出呢 对不对 人不着急是庸才 新闻女士说 这种剧啊 杀人放火蛮多 那你不可以在好的时段播出 我们那时候先是九点 后来改九点半 后来改十点 越播越晚 后来改到十一点 那怎么办 没办法 十一点 当然收视率还是好 但是呢 就创造另外一个节目 算了 不走杀人放火的 我们走这个蓝色蜘蛛网 蓝色蜘蛛网 不是也是很社会刑案之类的吗 他是走这个美女啊 行骗啊 不是刑事案件 对不对 那李秀元主持 那我是在做旁白的工作 是 那么收视率放到礼拜天去 又是第一名 那我因为有这个节目主持的关系 收入就比较多 对 收入多 你再叫我回去做新闻部 主播新闻 就不愿意了 真的不愿意 因为你已经做过这些事情 对对 盛大哥还是蛮老实的 你想再辉煌一点 对对对 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心意不在那个上 心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 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民事呢 在电视台工作 你想不离开政治 想摆脱政治 也不是那么容易 没有错 那一年 这个陈水扁当选总统 再加上台市的董事长总经理 都换色便人 这一换了以后 我那个时候还在 这个节目部做经理 那不容易做下去 还有什么江霞小姐 也到台市做了董事 那你没办法过日子 那我 我想我干脆离开 而且那个时候节目 也做得很红 对 民事也需要这样的节目 我就带了一个节目到民事去做 就这样子 从台市退休 然后进入民事 把节目在民事做 您好像也跟那个琼瑶女士 你们合作了一个 对对对 什么电影公司 有有有 因为我这个人呢 从年轻开始 非常喜欢看电影 对 那么我也做过一个台市的 电影街的节目 电影街 对我还记得 那节目等于说是介绍电影 评论电影 那么我对电影是疯狂的爱好 后来因为自己也买过影片 比如说我买了一部电影 叫龙门客栈 龙门客栈 那时候大大的轰动 但是那个片子已经是播的 不要再播了 就是旧片了 旧片 重播的 然后买了以后 在大世界放映 每天都客满 还客满 客满 然后也赚了一些钱 不是赚很多钱 赚了一些钱 那就等于摄入到电影里面 所以等于也一脚跨境的 这个电影事业 对 那后来这个... 因为跟琼瑶、平心涛 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们也喜欢电影 我们没事就是会谈起电影 他们也拍过电影 我也买过电影 对 那大家就合起来 成立一个电影公司 最重要的就是要找 最大牌的演员 去拍琼瑶的电影 在最好的档期去上映 对 那么我们也都做到了 对 因为每一年春节的时候 都有琼瑶的林青霞 秦祥林、秦汉的这种电影 来上映 对 所以变成我们合作的一个根基 对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 士纳哥其实也认识这个... 演艺圈很多人了 很多人 所以好像有一次 还闹了一个小笑话 就是说 有一次好像白彬彬小姐 到您的大楼里面去 结果那个警卫就通知您说 那个彬彬小姐要来找您 是吧 有这回事 因为她那个时候 跟我们住在同一栋大楼里 谁跟你们住 白彬彬 白彬彬跟你住在同一栋大楼 对... 她住中间 我们住里面 她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因为刚刚搬过去住 那警卫不知道 就认为她一定是来找我 我说 彬彬来看我 好啊 结果半天没进来 我说怎么回事 后来查了半天 她住中间那... 人家在回家 结果你那个警卫以为说 只要是明星 大概都是来找盛竹如的 后来大家就很了解了 OK 对 事实上很多人也不晓得说 这个盛竹如先生 他事实上还蛮喜欢喝点小酒的 这个习惯到现在还是一样吗 我结婚以前滴酒不沾 那为什么结婚以后 就想要买醉了呢 结婚... 因为我结婚到晚 结婚以后 碰到了很多的酒友 这些人引诱我喝酒 所以又是别人的不对了 你看看这些酒友不好 引诱你喝酒 然后慢慢慢慢 时间长久了以后 比如说 也觉得有的酒还蛮不错 就会去搜寻去品茶 酒不醉人 人自醉 你喝酒喝醉了多次以后 就不容易再醉了 所以你是说 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不容易醉的境界了 酒量磨出来了 是喔 酒量磨出来了 可是我知道就是说 有一阵子就是您还 偶尔就会喝醉酒回家 所以让大嫂也很烦恼 她甚至还会就是说 如果知道你今天 去喝酒去的话呢 就要先准备好毛巾啊什么 因为你一定会醉着回来 有过那一段时期吗 圣主如喝醉糗事 十一三年流落街头 有一次喝醉了 记不得我家在哪里 因为太醉了 太醉了 不记得 两三天都找不到 最后还是警察找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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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清 终于查到我家的电话 我太太才带着毛巾去 她想说 我在家里准备毛巾也就罢了 没想到我这个毛巾 还得拿到这个饭店去 给我的先生擦呢 其实有一次国庆日 那个严家干总统 要检阅部队 那次很严重 那么检阅部队 我们几个同事在家里面 我们就喝了很多的酒 晚上要去看郁姐 第二天要转播实况 我就开了那个车 在现在的这个 中校东路一个地下道 警政署前面那个地下道 开了就滚 我们有通行证 过去一直上去以后 我看到黑压压一片 赶紧一个急刹车 如果不注意一点 喝得更醉一点 对 冲过去 前面全是受检部队 在那里寓教 都是人 全是人 那你如果真的太醉 你快过去 万一我撞上的话 盛祝今天在监牢里 对 真的 就也没有接这个访问了 所以喝酒绝对不能开车 好了 还好 你自己有把它圆回来 对...没有错 真的是会酿大祸的 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那时候不懂事 那大嫂一定会很气吧 每次都要帮你收拾这个 然后还到饭店去领人这样 没那么多次数了 好 除了爱喝一点小酒之外 有一项这个 盛祝儒先生的这个爱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他非常喜欢碾花惹草 这个很特别 您这个 这是坏习惯吧 其实这是一种修身养性 碾花惹草是修身养性 不是那种碾花惹草 不是那种 真正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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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喜欢养养花 种种花 这是我的母亲训练出来的 她喜欢养花种树 对 有时候养了很多漂亮的花 你如果 比如说我现在养了一些 对 剪枝 到了时间 它发芽出来 开花 心里面觉得很舒服 那真是很好 是 所以现在还在家里面 养很多花 有 然后都开得很漂亮 开得都很漂亮 所以你常常也会 花不少的时间 去照顾这些花花草草 每天总要 要么剪剪 要么沙沙水 这些 所以这个是现在生活里面 会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我时常认为 对 一个人他总有年纪老的时候 总要有退休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退休有几件事 你不能没有 第一 你要能看书 能看书 看书是一种享受 对 因为我看的书 我还蛮多 各种书我都看 要能看书 对 你如果会打牌 也要能打 也要能打 年纪大了 退休以后 有牌打 就等于有朋友 不是赌博 对 不是赌博 要会看电影 也要会看电视 因为电视 毕竟是一个家庭里面 不可缺的东西 所以圣大哥 您现在主要的生活 您算是退休了吗 对不对 半退休 半退休 所以您在明世 还是有个顾问的工作 是不是 那这个顾问是要做什么呢 还是只顾 顾而不问 真的就是最高境界了 是不是 难怪你有很多的时间 还可以种花 然后看书 打打牌 打牌比较少 现在打牌不容易错搭子 好 所以您的这个半退休的生活 其实您安排得 还非常的丰富 而且我知道 您有一个多年养成的习惯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就是您从年轻的时候 您每天都要写日记 现在写到今天没断过 是从几岁开始写 从民国43年 我还没出生呢 你看 我的日记比你还老 真的日记比我还老 超过半个世纪 你想想看 我觉得这个写日记的习惯 能够持续这么久 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为什么你觉得写日记 对你来讲这么重要 因为那个时候觉得 写日记可以鼓励我自己 那么 那时候又因为升学的压力 要考试 每天在日记里面 都写鼓励自己的话 久而久之写成习惯了 就变成今天要做什么 明天要做什么 变成《记日记》 我都用最简单的那个笔记本 来写日记 对 所以在几年前 甚至如胜大哥出版了一本 《荧光目前》 在这里面就详细记载了 他在这个电视生涯史里面 有很多的事情 我就想说 他的记忆力怎么这么超强 因为他里面光是写那个 强棒初级那一段 我想说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我都不记得了 结果他都可以写得非常的细腻 原来是圣先生 圣大哥有非常好的写日记的习惯 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很多人对您的家居生活 其实是不太了解 那平常听讲 我们作为所谓的公众人物 我们其实很希望保有自己私密的一块 我们也比较少去谈 那我也很谢谢圣大哥跟大嫂 美丽的大嫂 在我结婚的时候 他们也去参加了我的这个婚宴 大嫂很漂亮 这个是公认的了 那我好多年没见到她了 要不要稍微谈一下 您跟大嫂还有两个孩子之间 目前的互动 我们因为每天吃饭的时候 有朋友的话 也会喝一点酒 大嫂也被你影响了 被我影响 你看 干脆加入你算了 何必老是帮你递毛巾呢 哪天你也递他一个毛巾不就对了 我儿子因为在国外念书 大了以后回台湾工作 现在又调到上海 他工作还算顺利 那么工作成绩也还不错 恭喜 恭喜 我女儿在补习班教小孩英文 那很认真努力 那么上班从不迟到 所以对我们家讲起来 都还蛮好的 大家稳稳荡荡 对 正正经经 是 是 努努力力 对 对 我想圣竹竹先生这一席话呢 可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感想 那就是我们人生 走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 对自我的期许 可是我在圣大哥的身上 我看到了更大的豁达 我觉得这也是 我非常愿意要学习的地方 因为毕竟 以我们两个来说 的确好像电视事业 就是我们so far 到目前为止 唯一工作过的地方 这里面有很多的辉煌 但是也很多人家 可能看不见的低潮跟失落 但是这些我们都 非常的心存感激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借由台湾的电视事业 为我们的人生写下 非常美好的记录跟收获 今天我非常谢谢圣竹竹大哥 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电视生涯当中 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 所以我今天特地的 我希望大嫂不要怪我 不过因为我现在很高兴 听到就说她也喝一点嘛 所以我准备了一瓶 据说是您喜欢的酒 送给您当做 那怎么得了 这不得了了 对 一开始送花也就罢了 最后还要来一瓶酒 当做今天很温馨的时刻 那人生就如同美酒 越醇越香 希望以后这个圣大哥跟大嫂 在品味这瓶清酒的时候呢 也能够想到 在过去的电视事业里面 最美好的回忆 好不好 谢谢沈姐姐 谢谢 不客气了 对... 好 这瓶酒 谢谢... 要打开是不是 谢谢... 好 清酒 清酒 酒宝田 高级的万寿 万寿啊 酒宝田是非常高级的日本 我们研究过了 因为这个就是您指定 您觉得您喝过最好喝的清酒 所以这个... 谢谢 很贵喔 很贵吗 开什么玩笑 再贵也比不上我们的友情贵 也比不上盛大哥给我们的 这个欢乐贵 谢谢 谢谢沈姐姐 谢谢... 这是希望盛大哥 今天到节目当中来 觉得是丰收 我们要祝福盛大哥 好 希望以后我们在 有心里参加你的节目 没有... 节目真好 我觉得搞不好以后 我们两个在盈光幕前 还可以再合作也说不定 谁知道 谁知道 对不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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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